8月2日星期四的早上时间 有些精彩的事出来了 8月开始 我们看到很多走势上有些错觉 美金、美债甚至美元是比较大影响到大众商品 或美国利息的问题 今晚要谷卫议息 近期本来感觉很多消息比较混乱 令大家有些错觉 现在美国主要是针对贸易战 而且不会放手 他觉得所有贸易纷争会占优 近期因为最重要的农产方面 有个比较大的波动 我们检视是否因为贸易争端 导致大部份大众商品下跌 但有些事先承识 其实议息结果已出来了 昨晚已出来了 但应该是昨天出现 跟预期一样无加息 但在他们的演讲当中 美国经济很强劲 为何消息比较混乱 究竟现在美国是否已放远手脚 不再打贸易战 因为他跟欧盟谈时 大家都想零关税 但在降举关税方面 欧盟和北美的盟友未有豁免名单 但当美国打农争战时 其他盟友的报复线 大家都认为是针对中期选举共和党票仓 大部份认为是农产品租殃 不过很有趣地 美国突然会放远手脚 美国突然说要补贴农产品 补贴农产品价格下跌 借助农产品的走势 是否让我们知道 究竟现在贸易战里面 谁算是赢家或是谁占上风 结果 这有趣 原来看农产品不是跌 原来是升 最主要看三个农产品 最主要针对的是粟米、小麦和大豆 但大豆宣布在5月6日 开始征收500亿的关税 不过突然返辞了 给多一个月宽限 到6月才是正式执行 但如果你看看农产品 的确显著下跌 而更加导致到 以往我们认为 原来大部份的贸易壁垒 美国全部都是 相对较少 例如降铝关税 美国对GDP影响不大 但当你看看农产品 尤其宣布120亿补贴后 原来几个农产品给大家的感觉 是指跌回升 大家可以留意 当然可以解释 宣布那天应该是最悲惨的情况 应该是跌到最低 亦可以计算它会跌多少 是否跌等于征收的关税 当时只说收10% 但所有农产品跌了20% 年代到6、7月 大众商品到有息金数下跌 大家看周期 会否同样状况下 与其他农产品的走势一模一样 怎料宣布完120亿大豆补贴后 竟然在价格上大家留意 竟然小物做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就是问题出现了 我们觉得很担心 今星期中好像年头那样 大家会见到很多PMI出现 数据比较有领先指标 主要针对对象是采购经理人的信心指数 欧洲日本包括中国大陆 过去两天 包括官方的采购经理人的信心指数 或民家的采购经理人的信心指数 都相对偏低 为何呢 大家对于不是现在打疫情战 甚至是未来再打的疫情战 对于国内经济相对较大影响 大家感觉悲观 昨天美国公布的PMI是6个月最好 美国人会觉得原来贸易战会占优 所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消息 昨天我们看到消息 美国未来两千亿 本来说五百亿的升收关税 现在说两千亿的货品会征收关税 而且不是10%是收20% 美国人是否知了 现在的美国总统 你感觉美国是小气 小气是人还是国家 但现在这个总统可以令到 美国整个国家都小气了 我想解释什么 当之前打疫情战 美国总统回到本国之后 他都会告诉你 我只是为了谈判筹码 我逼你和我谈 欧盟、日本都会陆陆续续 可能要放软手脚和美国谈 最终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会否对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 又会否让步 但当他有报复性措施之后 你发现情况越来越差 本来他与日本和欧洲谈完都会让步 甚至于伊朗不切条件之下谈核协议 当然大家都会认为他只是针对11月中期选举 所以他会搬公不多的策略 但现在真的令到美国会痛 因为今次农产品会伤到选民 究竟他会放弃还是会继续 大家也要看回 我们看到现在的贸易战 究竟会怎样才会完结 或者怎样才有赢家和输家 或者去到甚麽程度 才会影响全球所有经济 或者情绪会更加悲观 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你觉得贸易战发展到甚麽才会完结 很简单 我反而觉得通胀真的影响到国家经济 现在的GDP还可以很大口气 近日看美国公布的CPI 美国已上升到2.2% 即是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升了 昨天见到议色会议之后 会令大家一直谈论问题 是否会加息 今次的议色会议比较重要 不是今次加不加息 是怎样令大家觉得9月份加息机会比较大 因为今次是9月议色会议前 最后一次联邦处备的议色 究竟今次会否令市场充满了加息预期 美国包括油价继续靠稳 甚至上个月两边油价 美油领导报酉上升 当然上升到70元后又有调整压力 究竟现在美国是否已经通胀膨胀 到指标下继续调高利率 今次欧洲及日本都会有议色 他们是否觉得要检视议色会议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别 周一议色后反而放软手脚 会继续买债 或让债息向下 或去到自己指定的目标 他竟然不是买日经平均指数2.25指数内的成分股 他买了东正 相对较少人留意的股票的购买 这是比较特别 可能是力量的问题 如果要移动成分股 需要资本大 可能会这样 原来我们所认为的贸易战 似乎对价格的影响 是有些跟我们所想法有相反的形象 当然当你看到这样 若从农产品出发 就会想到究竟是否悲极太久 即是所有坏消息 原来已经坏到最尽 再差也不会再差 甚至可以点试 究竟对于这些价格影响的百分比或跌多少 才叫足够 我们看到6、7月份 农产品的确跌得比较快 我们很记得 当中国说明 我一定会给同等份量的报复措施 针对美国 你针对500亿吗 我也会针对你500亿 但当这500亿正式实施之后 哪个损害大一点 很多表征意义让大家感觉到 农产品应该很严重 当他宣布那天 国内比较着重的宣传 刚刚有货轮去到码头 他能不能撤在中午12点01分之前 到货 如果可以 不需要征收关税 有大批货轮在码头里 他根本不能撤 导致他没有落货 甚至乎将货物倒入海 当美国说保贴 保贴只是减少了农产损失 而不是代表找到新销路 那些产品是可以放在牛栏 还是继续差 但再看价格 很有趣的现象 反而今个月 你会看到农产品是分晶的 刚才说过 如果跟农产品的表象 整个货力战对于所有大宗商品的伤害 会否其他有色金属 或油价 都会出现相同现象 会跌多少 是否跌关税幅度 第二是跌完关税幅度 是否会重新回升 刚才说过的问题 其实钢类关税由始至终 还未停 只是有某些国家 要求妥协甚至让步国家才有豁免 包括了韩国、日本 汽车方面如何开放韩国的市场比美国 所以韩国方面在降举关税比较豁免 但其他盟友不受豁免 本来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 但现在似乎已经烧到眼尾 现在美国是想让步 或是否真的令美国痛而会收手 不过当然想解释 大家也要知道 亦可检视今年 当打战战时 中国在十九大之后 许下的云怨 是否真的有点 有点担心 十九大之后 似乎国内无论是中央 都给大家感觉 相当有信心 可以达到目标 当时大家都会感觉到是这样 到今个月或上个月尾 国内无论是股价或里面所出现的问题 似乎都比较严重 甚至乎美国通胀好像回升 但国内好像是下跌的 可能国内有好几个问题 可能需要解决 例如重通日本的覆设 房地产奔判 以及高负债的问题 究竟是问题还是不是问题 中央会觉得我负债很低 大家会觉得 中国政府很有钱 但地方政府是否一样 房地产债务相对偏高 房地产一路上升 甚至拉高香港价格也会上升 究竟国内房地产会否有泡沫 而会导致内部出现问题 因为到这两个月 发觉国内有些宣传上 似乎今天贸易战 会双倒自己本身的发展计划 定位是否真的自事过高 国内一直想告诉中国 要中国梦或富强 但问题是 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富强 所以现在被其他西方国家 在科技上超越我 我在科技上追回你 我便会再伟大 但现在看到似乎不是 我们国内可能有很多隐忧 但我觉得欧洲也不弱 昨天有些数据出现 欧美达成贸易协议后 欧美达成贸易协议后 欧盟在美国进口大豆的情况 涨了两倍 价钱又升 又要有关税 又要入口多两倍 最后一件事是美国主导全球经济 可能仍然是事实 昨天数据当中 不如我们被人圈紧 不如要快 看数据当中 我觉得有些混乱 大家不肯三思 美国7月份的ISM制造业指数 保持扩张 物价压力缓和 新增订单一年新低 ADP方面 即是就业整数方面 明天出的就业数据 大家要留意 就业人数超过预期 美国是否要总统表态比较重要 多于表象比较混乱 大家密切留意 8月份有重新酝酿 新的形态出现 不知了 究竟是为了大选 还是为了经济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但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谈不到这么多 所以唯有谈到这里 下一个环节再谈 再见